管车公园也不应该都要开啊 对不对 而且要开要开住宅的话 我觉得那个另外那一边 那两栋的平民区开车的话就可以盖 他干嘛还要来开管车公园 我之前亲人在讲 之前有人说什么那个 那个林口公园啊 那个东关里那一边啊 很多人在骂那个科匹啊 怎么样就怎么连那杯子公园他也要拆 那我说整整那为什么 大胺干领的公园他怎么不去拆 他为什么要拆那边 要拆管车公园 我对管车公园还是不要拆 还是保留下来 留给后代的人来看 他可以看得到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麻烦罗吉莲先生 谢谢 然后下一位的部分是高盛人 好 请准备 谢谢 麦克风的部分麻烦给罗先生 谢谢 我是第二位发言 我发言的是说 同样都是公仔的规划 为什么我们都比较 来看谁行呢 文山区这个东西 最近的新闻是这样讲 它四百五降到 它的那个容积率到 旁边也像二二五 结果我们呢 同样也有这种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有大量人口 刚刚讲说有七千多人 对不对 那还有交通会冲击 服务水有下降 可是呢 我们呢 一只有降到三百 所以我建议是这种 比照文山区 它的降到容积率 二百二十五 谢谢 下一张 第二张的意思是 是讲说 新义区公所 包括区长 您看一下 新义区公所的命运 实在很悲悲 很拍眠 它原来是在 新义区公所 旁边的 这个叫做区公所 它是在破碎在旁边 今天 它搬到哪里 搬到我们这里 搬到哪里 搬到破碎在上面 也就是说 它的命运是 五百二十五 台北断生的范围 建议居安思维 另找一个安全地方 去盖新义区公所 这里呢 留下来 这边叫做社福 那我们把它当做 疗育公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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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麻烦 张浩高盛仁 请问下 好 下一位是 陈碧霞小姐 请准备 大家好 上一支 那个 八位 那个 交通机机长有说说我们 我是关心我们八十八十素项 说我们以后 你们这里盖好的话 我们说要把我们 西柱 要把我们这两边要画红线吗 交通机长是不是这样 对啊 上次啊 但是我们 我们 请你不要把我们画红线 我们是七十几年 我们就这样是生活就这样 我们要方便 我们要坚持不要把我们画红线 请你哦 要搞清楚 我们住在这里 为什么呢 你也没有看到我们八十四下 那个 那我们门口啊 踏出来就是道路 那以后你们要不要画红线 我们会 会怎么样 我们身体会是怎么样 你也没有想想清楚 我们现在是要 契机说 要挺的话 是保护我们的身体 你知道吗 你我看你们明天要去看看一下 最好你是你现在 重新做地 这个开花这么大 是不是对 你假如你不够的话 你要往往东 东厕 要再开花两个戳道 我最好把你建立 那个 那个 那个树木 那个牌啊 最好是移到里面去 这样哦 那树线比较好 以后那开车树线比较好 也树比较宽 以前那个九十五年人家计划就好了 你看 人家计划 自作到路 你看 人家以前九十五年计划都做这么好 你看做好 你看 我希望把你建立 你不要说 你们都不要 这个要开花 您那么 不那么路 两个撮到 应该应该是没有什么影响 是不是这样 你要考虑到我们居民 住在哪里 方便 我们要进出 我们要say who 你要把他画我们先 我们要怎么办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陈碧霞小姐 那下一位是高财富先生 我们愿意让五位好 会做一个统一的回应 陈碧霞小姐好谢谢 都市美化固然重要 但安全更重要 顾问公司今年一夜 在我们广池进行状态 其中BH10跟BH14报告书中 地址说明有简列 就是断层破岁贷 委员协者专家审查的时候 舒服了没看到 漏掉了 这样会误导客市长跟员局长 而误判 请低调所提出纠正 并纳入海北断层影响换回礼 经过几次不同顾问公司状态 验证了广池基地 破岁贷很宽广 非常的破岁 非常的软弱 盐盘很简 平均只有21.6公尺而已 承载力很弱 若要地盘改良 施打基础要先深入 坚固的盐盘里 偏偏我们的广池 沿沉长期泡在水里 非常的软弱 对工程不利 安全不足 不是一句非活动断层就OK 只要是断层就是催后袋 就是荒村地震的地方 是谁搬走了我们的广池公园 又是谁把他搬到永春平 永春平太远了 我们老了没力气角力不够 我们要就进大大的广池公园 去攻守社会是众人出路的地方 为什么政府明知有断层破岁袋 还硬规划设计在风险的断层袋上 政府要做板样 不要存侥幸 请问市长 公安重要还是政策重要 广池基地不以公安规划设计 碰到问题是会出事的 所以广池11米新道路到福德街 全座完整公园 这样里跟里之间就平衡 宿也不用理 各位广池朋友 我们有理由拥有大大的 完整的广池森林公园 你们说对不对 对 这个话请用力拍手 再拍手 好 要公园 要大公园 所以我们肯修 你几斩班 就算是送给我们 中秋节最好的礼物 再拍手 我们要公园 我们要大的公园 谢谢陈女士 接下来请高材副先生 6号 接下来的刘慧柱 发言之前呢 我们会有一个回应的部分 那先说明一下 谢谢 各位李明娃 我是道人里的居民 住在巴尔四巷 那刚刚高先生 前面高先生 问交通局长说 上次发言的时候 有提到说 巴尔四巷 以后如果为了要 速解交通量 会把两边都画红线 然后以来速解流量 那这个开发案 什么叫居住 我们这边居住 上一边都已经四十几年了 你一来就要 把原本我们停在 原先可以停车的权益 就把它抹杀掉 这对我们公平嘛 那 那你 你要以原本停车 到地下室 公平 那我们原先居民 难道也要每天 一大早 跑到对面的 第一家停车场去开车 或是骑摩托车 才能出外出上班吗 好 我们的 我们在这边居住四十年里面 一来就要把我们的权益 被抹抹杀掉 这样对我们公平嘛 不公平 所以我们这边强调 八十四巷 麻烦 不要不可以规划成红线 你要输解车流量 麻烦你再往原区里面退缩 两个车道 三个车道都没问题嘛 这么大的机力 难道再退缩两个车道 有问题吗 你只退缩一个车道 然后再来以后 屏幕说 如果车流量还是不够的话 然后又要化红线 麻烦你们前置规划 什么规划好 不要像我们重大工程一样 道路施工以后 然后再拓宽 然后再想要说车流量不够 再拓宽 要放眼光放远一点 要先有浮原大的道路 以后再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 才对嘛 以后工程车出进出 也不是比较方便吗 对不对 对 各个先进国家也都是一样啊 先有道路的规划 够足够的面积以后 才来做基地内的建设 不是吗 日本也好 各个国家都一样 像这些资讯你们都可以看到 你们都有出去访查 不是吗 难道你们都访查假的啊 麻烦你们 麻烦你们在规划的时候要 当做你是住在这里的那种心理 再去规划 不是说你不住这里 然后你说你怎么想就怎么对 以上就是我报告 谢谢 谢谢高先生 那现在我们请 请市长今天来做组承回应 道路要先破关了 有三大路